有人摔倒了 您服不服呢 昨天在武汉一家医院的门口 一名体重440多斤的男子小黄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热心市民纷纷上前去服 不过加上民警 消防医生 一共20多人花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没能把他服起来 原来小黄由于过于的肥胖 这体宽超过了一米 消防救援单价没有办法使用 最后大家找来一个牢固 宽度足够的厚的木板 在上面包裹床单之后 让这小黄先滚到这个单架上 然后大家再合力抬起木板 再让小黄滚到 早已经准备好的病床上 这才算是把他给扶起来了